文章来源 RFI华语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周五宣布 将对352种中国进口产品 和77种疫情相关类别的 所有301条款关税豁免 进一步延长至6月14日 并表示部分豁免 将延长至2025年5月31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 连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这项旨在打击贸易伙伴 不公平做法的法规 在2018年和2019年 对中国征收关税 周五的行动意味着某些商品 将继续免于进口关税 包括动物饲养机械 直流电动机 血压监测仪 以及未未连接互联网的空调 或供暖系统设计的恒温器 这项豁免原本定于5月31日到期 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将把豁免延长至6月14日 以便有过渡期 该贸易办公室表示 某些豁免条款 将延长至2025年5月31日 以支持将采购转移出中国的努力 或在中国境外产品供应 仍然有限的情况下 提供更多时间 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许多产品将再次面临关税 涉及中国的102个类别的产品 这些产品类别包括车库门开启器 机动车用的开关 印刷电路板组件 电动摩托车 天然石墨 以及各种行李包和油拆包 据路透社说 美国总统拜登 以安全担忧为由 保留了特朗普政府 对大量中国出口产品 征收的额外关税 并增加了新的限制 禁止出口先进半导体 及其制造设备 本月早些时候 拜登宣布计划 提高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 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 乘是支持国内制造业的 更广泛举措的一部分 在301条款调查发现 中国盗用美国知识产权 并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敏感技术 以开展业务后 特朗普于2018年和2019年 对当时价值约3700亿美元 的数千种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 中国选择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 征收301关税是歧视性的 关税是近期中美关系紧张的 一个因素 其他有争议的问题 还包括台湾间谍指控 人权和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